宜蘭的清水地熱公園 一群遊客圍著主蛋挤滿滿 完全沒有間距 防疫期間 大家似乎沒有注意 要保持室外一公尺的社交安全距離 尽量戴水灶 保持性的距離 部分遊客有警覺 但大部分的遊客 似乎忘記保持安全距離 看看台南超夯的花園夜市 同樣因為廉價擠滿遊客 台南市政府也祭出空拍機新招 邊監看邊宣導 以空拍機廣播 要大家記得安全防疫 南台灣的墾丁 連假三天 預估有計七萬爆滿人潮 現場出動大批員警走動廣播 甚至籃下 沒戴口罩的外國遊客 希望能配合戴口罩 監管認為台灣很安全 但不少外國遊客 還是配合台灣戴口罩的規定 廉價嘉義阿里山也擠滿賞鷹搭火車的遊客 嘉義市區的文化夜市更是擠滿人 台南雪甲鹽田風景區和高雄瑞峰夜市 也都出動遠景廣播宣導 就怕親民廉價四天 民眾出遊沒做好防疫 讓防堵疫情破功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並在四號中午連續發出栽訪警示訊息 南台灣從嘉義阿里山森林遊樂區 嘉義文化夜市 台南關子嶺虎頭坪烏山頭水庫風景區 以及高雄新達港旗山老街都發警訊 希望保持安全距離 也要記得戴口罩防疫 民眾開新方四天連假 風景區塞爆 但不管是警方或是各縣市政府 都緊急派員出動宣導 就怕連假出遊 大家沒保持社交距離 把口罩戴好戴滿 讓好不容易防堵武漢肺炎疫情大破功 三天新聞南部綜合報導